世界五分之一的淡水都在贝加尔湖 假如花费一千亿把贝加尔湖的湖水淹入中国 是不是北方地区的缺水问题就能一劳永逸了呢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北水南调工程到底可不可行 贝加尔湖位于俄罗斯的东西布里亚地区 南北长度为636公里 东西宽度平均约48公里 面积为3.15万平方公里 它是亚欧大陆最大的淡水湖 更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 最深处为1637米 流域面积达56万平方公里 有超过336条河流的注入 这里的湖水总水量达到了23.6万亿立方米 占到了全球淡水资源的20% 是我国淡水总量的8倍多 比整个北美洲五大湖的水量还要多 要知道我国最大的湖泊 青海湖它的平均深度也只有20米左右 还不如贝加尔湖的零头 我国的渤海面积为7.8万平方公里 是贝加尔湖面积的两倍多 但是它的平均水深只有18米 最大水深为85米 水量仅1.4万亿立方米 也就是说贝加尔湖的水量 相当于17个渤海之多 可见贝加尔湖的水量之巨大 而且它的水质还非常的好 可以直接引用 相比之下贝加尔湖南边的蒙古国 以及我国北方地区就非常的干旱缺水 因此蒙古国在2004年就提出了北水南调计划 计划投入150亿美元约合1000亿人民币 由于修建饮水工程 并于2005年6月 在我国北京设立了北水南调工程办事处 想和我们一起合作建设 那么这一项工程是否可行呢 事实上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这个工程要实现起来还真不容易 虽然长度约为1500公里左右 但是贝加尔湖属于俄罗斯 是俄罗斯的主要淡水来源 要想跨国吊水 得先看人家同不同意 早在2019年 有近50万俄罗斯人 在一份请愿书上集体签名 情不敌就是反对我国在贝加尔湖附近 建设瓶装的营运水工厂 他们认为在贝加尔湖附近建厂 会破坏生态环境 也会造成污染 影响这里众多生物的生存 所以要想北水南调 得先过了当地人这一关 即使我们支付水费 说服了他们 也会涉及到技术问题 贝加尔湖的湖面海拔为456米 我国北京所在的华北平原的平均海拔 50米左右 初看起来好像他们可以滞留饮水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这中间却要经过高道的蒙古高原 蒙古高原平均海拔有1500米 想要实现吊水 就必须让贝加尔湖的湖水翻山越岭 足以提水 难度大 而且造价高 可不是1000亿就能解决的问题 要知道我国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从吊水点到黄河南岸 水流爬升到仅仅40米 沿线就足足建设了34处站点 160台水泵共计13级膨胀 要想让水流爬升1000多米 得花更多的血本 而且这个工程需要从蒙古国经过 免不了还得交过路费 一旦遇到国际关系的变化 还容易被卡脖子 所以对江湖的湖水再多 咱们也就是看看得了 大可不必惦记在心上 对此大家有怎样的看法呢 欢迎评论留言 谢谢大家